新赛季猴子和凯还要出无尽战刃吗 今天表演一个小魔术 请大家看仔细了 注意我的普攻暴击伤害 是稳定的419点 现在我要买一个加暴击率的充能拳套 注意它是不加攻击力的 但这个时候 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 我的伤害变成了431点 比刚才多了整整12点 所以问题是不是出来这个拳套上呢 为了验证一下我们再买个拳套 但离谱的来了 伤害还是431点 没有任何变化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新赛季无尽战刃刃被改版了 它原来可以提供40%的暴击效果 现在却变成了只能提供20%的暴击效果 但是随着暴击率的提高 暴击效果也会进一步增加 这波调整把无尽变成了成长性装备 前期变弱后期变强 前期裸出一个老无尽 可以获得40%的暴击效果 但如果裸出新无尽 算让无尽自带的20%暴击率 新无尽的暴击效果是30% 这就很亏 但如果你没有带10个货源 这个收益就会提升到38% 和原版基本持平 而新赛季 无尽的暴击率也降了5% 所以呢 以后的暴击流射手 还是要多带货源 少带无双 这样才能更好地适配新版无尽 打出更稳定的暴击 虽然有很多英雄 前期出无尽都变弱了 但是呢 却有一个例外 那就是猴子 猴子被动是天生自带20%暴击 所以经过计算 带10无双的猴子 裸出一个无尽 就有43%的暴击效果 收益已经变高了 如果你接着点暴击率 就会出现开头那一幕 伤害会进一步增加 所以新赛季无印战人改版 削弱了很多射手 但却加强了猴子 当然暴击凯 暴击点尾 新赛季他们出无尽的收益也很高 因为这些英雄都是先做宗师 后做无尽 而且他们的名文都是石火源 有了暴击率的保证 暴击伤害自然不会低 所以新赛季 他们是可以继续出无尽的 最后留给大家一个问题啊 有一个非常依赖暴击的女英雄 在新赛季 会因为这次无尽的改版 而无辜躺枪 变得特别弱 你能猜到她是谁吗 最后 我是侦探 国父项羽 国父公文武藏 期待你的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